各位特工们大家好 欢迎回归全境2 今年是全境2的第二年 前几天的3月15号是全境2的两周岁生日 现在的全境2已经趋劲稳定 因为也没有什么大型的更新 现在的装备数值都挺稳定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回归 开发组不会像2019年那样搞很多扫插座的 搞玩家的心态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全境2第二年 也就是2021年最新的全火极限输出的套装 大家不用太担心生存的问题 因为这个套装不是给独栏用的 这是给组队用的 现在你随便匹配一个任务 队伍里都是手表几千级的大佬 要么有盾要么有奶 所以说你不用太担心你的生存 现在打英雄本的就跟打简单难度一样 真的是很轻松 你们回归就可以体验得到了 现在的特工确实是要比2019年强很多 那么这整一套的核心就在于三境天原防御 对的都是暴击概率暴击伤害 核心属性的全都是武器伤害 然后副属性都是暴击概率暴击伤害 你们可以看得到 天赋的话就根据你自己的邪化来 伤害怎么高怎么来 你还可以玩玻璃大炮啊 或者毁灭性破坏或者其他都可以 被爆的话我更希望这个属性这里是暴击概率 而不是暴击伤害 这样的话我的插件就可以再插一个暴击伤害了 天赋我玩的是警戒 当然你想玩其他的都OK 由于这一套是暴击流 所以说我又多加了一个影子手套 加15%的暴击伤害 当然了这个属性的暴击伤害 我更希望它是暴击概率 当然手套你也可以选承包商手套 因为它有加8%的装甲伤害 如果你玩的是步枪 护袭的话就会选择散兵坑导致 它的属性呢有加8%的对离开掩体目标的伤害 同时这里还有加10%的步枪伤害 15%的武器伤 还有12%的暴击伤害 如果你玩的是突击步枪A2的话 那么呢护袭可以选择分离私的啊 加了武器伤害暴击概率暴击伤害 枪套我还是用了天命防御 主要为了抽三件套 还加了武器伤暴击概率暴击伤害 枪套的话你不一定非得用天命防御 你甚至可以手套和这个枪套对换一下 总之呢这几个部位呢都可以自由组合 选择你能刷到的最好的东西放上去就好了 面具的话推荐用土蓝面具 有加武器伤害暴击概率暴击伤害 而且呢天赋还挺不错的 这个天赋还可以给你额外的暴击概率暴击伤害 所以说武器的话你不必追求60%的暴击概率 因为暴击概率是溢出的 就不是说我的饥饿智能是48.8% 如果加上土蓝的25%的话 肯定是超过60%的 不过我更希望它的暴击概率是50%或者52% 所以说我刚刚希望呢 我的背包的那个暴击伤害是暴击概率 暴击伤害之所以达不到200% 是因为我这个插件呢就有11% 10.6% 我们有12%的插件 我希望我有 所以我刚才说希望这个暴击伤害是暴击概率 这样的话我的插件呢就可以再插一个暴击伤害了 步枪我最喜欢的是击二者能 因为它是两个枪管 也就是一下子打两发子弹出去 相当于防备的伤害 而且呢每一点的攻击技 加100%的武器伤害 可以叠加10点 基底效果呢则会防备 而且呢换剑的话会引爆基底效果 另外也可以选择十三一打 它的单发伤害也挺高的 手表的话 你就尽可能的堆武器伤害啊 暴击概率暴击伤害就好了 职业的话就比较随意了 我选择的是射手 射手有加15%的暴击伤害 还有15%的稳定度 突击步枪套的户线呢 我就简单的换成了分离似 或者你也可以不用分离似 也可以继续用这个散边坑导� 你也可以其他部位上分离似 突击步枪的话 我更习惯用代应人 伤害高说刚好 代应人暴击概率59.8% 再加上土栏的话 肯定是溢出的 暴击伤害182% 我干脆把这个插件的 换成暴击伤害好了 OK这样的话 代应人暴击概率53.9% 暴击伤害193.3% 接下来给你们看一下 把场的一些数据啊 当然呢 用玻璃大炮的话 伤害会高很多 看年窧 022分大炮 0 字幕之后 0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的那么呢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